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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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耳的 清晨五點鐘 那個 大叔還沒有睡飽 就被老闆娘挖起來了 因為我們要去 去哪裡?老闆娘 去執本啊 我們要去哪裡? 台東執本 怎麼這麼早起啊 掛塞車 但是沒有睡飽 等一下 要輪流開了 老闆娘 介紹一下 為什麼你們這麼喜歡吃這家的蛋餅 傳統蛋餅 是米漿 這是 它是現磨的米漿 下去做的 這不是一樣的 咬起來要加蔥 我不能整個蔥咬下去 有的人不吃蔥 對啊 哦 這是所謂的米漿 粉漿蛋餅 它叫粉漿蛋餅 我們市售的蛋餅 這是一塊一塊 直接煎一煎是現成的 這邊不是這邊是原物料直接 現煎的 所以它的皮會非常的酥脆 軟嫩 外酥內軟 外酥內軟 你看它先經過 兩道程序 先煎過的 先做蛋餅 然後再加蛋 然後再加蛋 好香喔 好香喔 香到我都餓了 因為我昨天晚上就餓了 三更半夜就餓醒了 昨天有沒有吃到 沒有 吃烤肉比較不會飽 絕對不會飽 因為沒有吃到主食 這個以前來這邊買排隊都要排很久 對啊 我們今天來是不用排隊 因為我們是第一個 這麼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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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每次回娘家必吃的早餐之餘 就叫米漿蛋餅 哪一個 哦 啊你也不跟我講 我怎麼會知道 我已經吃了一碗了你知道嗎 嗯那個 老闆娘說齁 他們用自己 攪的那個辣椒 那個什麼醬油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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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暖暖 嗯 內暖外輸 被我吞空了 這是前往墾丁的道路 好 現在來到了早上 六點 六點多了 六點四一分 天還沒亮 但是車已經開始慢慢的變多了 所以很多人都是怕塞車 所以很早就出門 因為這一條道路 是前往墾丁的唯一道路 所以過年期間 這一條都是 通常都是大塞車 從高雄到墾丁 要四個多小時 因為唯一只有這條路 唯一只有這條路 天快亮了 我們現在要 轉往台東的路線 這一條是 應該是台 台九線的那個 橫桓公路 算台九線的尾巴 從這邊跑上去 從這邊跑上去 到台九線的頂端 總共有四百多公里 這一條山路是那個 南回公路 不是南橫 是南回 南回公路是從 封港 然後連接台東的道路 然後這裡的山區 它非常的 如果以我們騎腳踏車來講 它算是比較平穩的道路 沒有到非常的多 然後它那個最高點 騎到那個最高點 是售卡 現在售卡以前 以前好像是一個派出所 但是現在 現在它是一個休息站 算是一個熱門的腳踏車打卡 打卡站 以前大叔跟兒子 曾經翻倒就騎過這一段 這個 南回公路的這個隧道 叫南回改 叫南回改 以前沒有這個隧道 這是新的 可以說短南回公路的距離 這是大叔 第一次 第一次 這一條大概 沒有我們 前年跟兒子來環島的時候 還沒有這一條 然後這邊應該是 腳踏車應該是不能進來的 然後這邊應該是 腳踏車應該是不能進來的 蛤 等一下 好啦 快睡著 先跟你講 我們從隧道出來就天亮了 你看這個隧道到底有多長 蛤 蛤 天亮了 而且 左右兩旁還可以看到山欄 有沒有看到 前面啊 哇 這個景還滿漂亮的 蛤 還是把它結換裙子 蛤 這個 建在山 上面的道路 蛤 這個如果用空拍機來拍一定很漂亮 整條道路 但是這種速度 穿越 穿越機才跟得上 沒辦法那種空拍機跟不上這種速度 看看怎麼樣 蛤 在這裡 摔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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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蛤 你說這邊喔 這邊過去就台東了阿 快到了 對啊 已經到台東了阿 快到了 你不要 你睡了一覺了 你們睡得很飽 沒有 因為今天沒睡好 今天沒睡好 今天沒睡好 你 你 你起來很多燙 你幹嘛起來多燙 你幹嘛起來多燙 下雨 然後家裡面 我只要把你熱死了 熱死了 你一直打呼 你一直 吖 吖得那麼大聲 還說你 你睡啊 反正這年 Francis 你也沒有辦法換手 今天你調打開很慢喔 真的嗎 對阿,而且你看 還有那個 山欄 我們開在 開在雲城裡面 還蠻不錯的 那天氣,陰天,下雨天 下雨天很煩 下雨天很煩 對啊 每年過年都 天氣這麼好 為什麼今天過年天氣這麼差 因為你要搭帳篷 哎呀,因為沒有限定 所以我們要挑戰四個人 四個人睡車廠 四個人睡車廠 四個大人怎麼睡這台車廠 這次真的用別的 別給你們看好了 再重點給你們看 大叔別 我別在你上面阿,可以阿 防禦 三保健 五十堂 二十堂 Lifượ Loud 六十堂 九十堂 六十堂 這些路以前都是沒有的 是最近都才蓋的 然後就在 蓋在海邊 以前這條都會塞這 你知道嗎 然後現在都不會塞 其實我還早出門 就算這邊很早出門 以前是這條都會塞 因為這邊就變成雙向道 你看怎麼變這麼大條路 港路這麼大條 有一點下空氣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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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有分外温泉区跟内温泉区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清水 这里吗 有啊 那就帮我们两个女孩 podem 那个 大叔的潮州号 还没有车边账 所以我们 ia用的东西叫做快速 暫時先用這樣子來搭 我們的車邊杖把它搭起來 客難式的 怎樣? 不是我搭的我不會接受 老闆娘,你的車邊杖怎麼不見了 沒有裝阿 你今天沒有裝車邊杖喔 對啊 但是你也是可以這樣搭起來 對啊 有一個很好用的神器 這個 這個 這個不是UNRV的那個 的那個什麼 天幕嗎 我以前露營阿 都有工具阿 你就把它拿來應用齁 真的難了 我要換車國那些東西要怎麼辦 那你的車邊杖嗎 哈哈哈哈 老闆娘沒有做車邊杖 你車邊杖欸 我的車邊杖還沒裝 喔好啦 我先用我現有的材料做了車邊杖 是什麼 就用了我之前的推式杖的布來做了 天幕 天幕 有點RV的 然後來拉 車邊杖 然後買了神器 就是吸鐵 欸不是吸鐵 它是吸盤 4個吸盤 4個吸盤 你看這個 這個吸盤阿 看一下怎麼用 哇 就這樣 套起來了 就起來了 而且濕濕的很沒關係 剛剛下雨天裝的 那你看下去 就這樣 就這樣吸住了 然後如果你想要拉緊 就是拉這個繩子 它這個有伸縮 這個有伸縮的喔 這個可以放嗎 可以 這樣子就可以放了 壓著 好啊你抽抽看 等一下 我來 你放掉 齁 這樣這樣可以拉緊了 哇 啊 喔 齁 我們利用4個 4個角落 然後夾上4條繩子 對 這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 第二個在這邊 各位 這是第二個 欸 妳的外推窗好了啦 喔 對阿 我的外推窗好了 因為剛剛下雨 有沒有把它拿出來 沒有把它打開 現在天氣好 把它打開用一下 天氣好了 對 開 打開一下 等一下可以來弄個咖啡囉 要不要 然後一個在這裡 這邊一個 這邊有一個 嗯 對不對 然後 這邊 這邊再貼一個 然後因為你有看到 如果你有仔細看的話 其實這個 有四個 有三個是一樣的 有一個附近一樣 唉唷 這個是不一樣的 對 因為這是舊款的 然後剛剛第一個是新的 都差不多啦 沒有 新款的它可以360度的旋轉 舊款它只有一個方向 嗯 它可以過去看一下它 這是 這是只有一個方向 這是舊款 可以360度的旋轉 那這個是可以活動的 對 然後把它兩轉 一個是行李不中的 嗯 然後它也可以拿來吃在玻璃上面 那我的那個 餐具 這樣 再 再晚這樣 曬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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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曬 好 要 樂捐一下 我們來到那個 中藝堂的 公共浴址 你看這個 排隊的就是在等待 它總共有幾間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五 九 八 五 九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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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叔不會來幫你調嗎? 對 誰? 大叔不會幫忙調嗎? 然後換兩條 中藝堂這邊的溫泉 你看它的水質是這樣 透明的 它是透明的 但是它吸起來的時候 我們那個 然後吸一起來之後 我們那個 表皮會覺得滑滑的 洗起來的彩水 跟上次到處去那個 那個清水壁那個溫泉 洗起來是差不多 但是你看那邊的溫泉 它下面是白色的 它是基本上它是無色 但是它有一點點的硫磺味 洗完溫泉 要幹嘛你知道嗎? 打開啤酒 打開啤酒 哇 這個好 就是要這樣子 今天大叔的辦公桌就在這邊 就再加個高腳椅 加個高腳椅就可以在這邊辦公了 還蠻不錯的 但是高腳椅還沒有來之前 剛好 站著辦公還不錯 這是我的行動辦公室 哈哈 現在的部分 其實也有一點點 這一點點 你可以看到有一點點 但就像這個樣子 在這裡 我們把這個位置 打開啤酒 開啤酒 我們可以看到 開啤酒 會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 在這裡 我們可以看到 會很勝負 在這裡 進去 在這裡 在這裡 我可以看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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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